我会不会试一下再跟委员进一步说明 所以说这个你目前写的就是 试一下再跟委员进一步说明 连续说了两遍私下说明 但国安局送交立员的报告可不低调 首次证实共激三月上旬在南海坠海 因为有些涉及情知的来源 好那没问题 那所以可以就是说 因为你写在这个报告上的 就是说他确实是一次坠机的意外 我试一下再跟委员报告 共激坠海三月初早有耳闻 越南记者推特揭露 一架运巴三月一号下午 在三亚西南方失联 中共马上举行演习意图掩盖搜救 不过当时没人证实 而运巴也是绕台常客 以去年来说歼16来最多架次 运巴反潜机排第二 这家是不是那一家不知道 不知道因为运用的方案 在里面来讲它轨迹 我们并没有去把它去 我们只有我们只有 我们有研究 其实台湾附近周边出现的 通常大部分都是南部战区的 但当然也会有东部战区的 东部战区跟南部战区都有 甚至你说未来是不是有 西部战区或北部战区的战机 来对台海进行制造 这种可能性也都存在了 每日在台湾问题上闹得越欢 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动 就会出手越运 两岸建把弩张外交部的业务报告也被质疑 但就怕军事误判两岸热线还在吗 这回应令立委愣住就不知有多少人 同样傻眼 TVBS新闻花哨平留心提醒台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